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原本以为今天是没什么新情报的 结果在刚才不久之前 Bandai的YouTube Time 就把爆裂基站 将在8月28号 也就是星期日的时候 有那个升放送 也就是直播 他把他的意告给放出来 然后通过这一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去猜测一下 他的卡池开放的时间 按照去年的情况来说 他8月29号升放送 然后稍微晚一点 就把卡池开出来了 所以今年的话应该也是会一样 8月28号星期日 我们那种海外时间 是12点 12点正式的升放送 然后升放送完 应该是可能1点 他就会把那个卡池开出来 我们就会开抽了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升放送这边 其实他还是有稍微想到 在放送中 他会有一些挑战任务给我们做 然后做完了过后 全全玩家都可以拿到龙丝这样子 像去年的整个流程 我们就是挑战任务 然后来讲一下 首先他们是出来讲一下 这个活动主题啊 什么之类的聊聊天啊 然后就给我们挑战任务 接着嘛 就会介绍这一次全球活动的情报 大部分就是会这些物语介绍啊 之类的 然后会有什么新卡 物语的新卡这样子 然后可以升到什么地步 再来就是我们最主轴的就是 W.FUNFEST的两张L-O的卡 也是会介绍 以及他的一般是抽卡这样子 大致流程是这样子啦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过去看一下啦 我会把它的连接放在评论区那边 有兴趣的可以点进去先 设置提醒 到时候来看这样子 嗯 星期天下午12点嘛 这个时间基本上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蛮得空的啦 哈哈 应该啦齁 然后这一次 诶 这次要讲到一个 这一次他的 有一点点意外 就是 大家一直在看到的这张图 是他原本一开始放的 这张悟空是 赛亚人篇 打对上拉蒂茨的时候 悟空所穿的道服啦 可是 就在差不多 7点多8点的时候 中间官方突然间 把他的这个 一夜取消了过后 然后他又 再次把他给放出来 哈哈哈 的时候 他的照片 他的这个封面照 就变成憤怒悟空了 嗯 原本他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 悟空嘛 穿武道服的这个 赛亚人篇的悟空 相当让人 想想有没有 这个时期的悟空 然后 好像会触他这样子 哈哈哈 不过我还是蛮希望 赛亚人篇的悟空 跟 北基大 或者就是 悟空跟 比克 可以 把他们都 触线卡 在双卡式这样子 一边悟空 一边 因为悟空跟 Latis 我实在不觉得 Latis做线卡 会让人 特别想抽 啊 除非就是他的能力 强到爆炸 那个是另外讲的 如果 单单以人气来说 我觉得 那个时期啦 比克还是 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 比克到现在 我觉得都是 有一定的人气 只是 可惜 欸 在主轴上 就没有给他 什么 太大的篇幅 这一点就真的是 很可惜啦 妈妈妈 不过这边 这个就是 小小的一个 题外话啦 他的封面图 突然间变掉 总之在这个 这一次的活动来 这个 升放送来说 应该 可以拿到60颗 左右的 龙石啦 因为 看看六周年 六周年 我们他的一轮下来啦 DOTAL 我们是可以拿到 总数60颗的 龙石 我记得 蛮清楚的 那时候 然后 国际版的六周年 在上个月嘛 他好像也是有另外多拍 60颗龙石给大家 对不对 我是有点忘记的 对了 他的那些挑战任务啦 其实都蛮简单的 可能就是在 Twitter 或者Facebook的 那个官网 他会贴 嗯 什么东西 叫我们 去转发 或者就是 有一年的 是什么啦 今年 今天好像也是 转发 还是点赞之类的 我有点忘了 他的任务 反正就是很简单 点赞或转发 或者hashtag 什么文字 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数量到 就可以了 那么 我们就 期待一下啦 28号 我相信28号 它会开啦 不可能拖过28号的 毕竟 星期日 这么好的时间 你一开 我们抽完 就是 在休闲的情况下 享受啦 虽然说现在 很多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被关在家里啦 星期日开 或者星期一开 都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 心情上的差别啦 kimo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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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怎样都是会比星期一 心情更一夜 有没有 OK啦 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东西 我们就看看就好啦 讲到这个 赛亚人片 我就是希望 年底的双卡池 可以把 寄王拳悟空 跟 大元北极大 给放出来啦 这个也是很久啦 不管它那么多了 总之我们先来期待 这一次的全球活动 那么 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就 接着 让我们一起等着 全球活动的到来 26号 27号正式开始 然后 28号 神放送 然后应该是开卡池啦 就是这样子 哈哈 废话很多 OK 那么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我们点个订阅啦 谢谢 Jia Mata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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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